曹晟先生他毕业于中国西区学院 之后呢在国家经济院开任了经济演员十多年 他到西亚图定居以后 曹晟老师不忘初心 开办了西亚图曹晟经济学校 在海外扑养国粹经济 曹晟的儿子曹泰明 今年呢是十四岁 平时呢他的学校呢 要用英文的讲话 可是回到家里啊是不仅要学中文 还要学习经济 很好在呢曹泰明从小呢就非常聪明 而且很喜欢经济 他们家啊经常是一家三口 一起登台演出 真是其乐融融 让人羡慕 今天要回来的这一出 池千托基 他出自水无传 池千等兄弟三人 投了凉山路过旅馆借宿 发现他这当中有酒没用 于是就偷偷的把店家打铃爆炸的大公鸡给杀了 哥三一起把大公鸡美美的吃完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哥俩 就请曹晟父子给我们带来 京剧十千托基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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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 小龙虎起夜间 小龙虎起望两三分 有听经济报教讲话切子 全帮九箱 白十箱 是我与杨琼石秀 二位哥哥同属此殿闻听人言 殿家那小子常与五粮山作对 我无眠盗取他的宝贝神机 大闹一般便了 川月 大闹一般 大闹一般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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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